好,在了解了C语言编辑器给我们提供的标准数据类型过后 那么我们C语言是不是对于数据类型就没有其他的关键字了呢 我们说回答是否定的 那么在我们前面所讲的Chair,Intel,Long类型等等类型的过程中 我们只会发现其实它只是我们描述外界事物的一个最小单位 那么在很多场合下 我们如果说想让C语言去描述更复杂的数据类型 或者说我们更复杂的一个对象的话 那么如果光用基本数据类型肯定满足不了我们的要求 所以C语言呢又不可能全部把我们所需要的数据类型全部定义完 所以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叫自定义数据类型 那么自定义数据类型呢我们重点放在前两个 也就是Struiter和Union 那么这两个关键字呢应该是使用最频繁的 然后我们的枚举呢用的不多 但是咱们知道基本语法就可以 Type Diff呢我们不能称之为自定义数据类型 我们可以称之为别名 它其实就是我们数据类型的一种什么别称 这种别称呢更多的时候就有点像给别人起个外号而已 但这个外号呢肯定不是为了去取笑别人 而是一个让我们程序员或者说我们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时候 更有相应的交流意义而已 好这是我们关于自定义数据类型的一个定义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C元编辑呢它可能的定义的默认定义的数据类型的内存分配 不符合实际资源的需求 那所以说我们需要把用基本元素的集合来定义我们的新的数据结构 好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后面我们在使用开发板中 比如说S5PV210的这款CPU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CAMON GO的一个寄存器描述组 那也就是说我们C元要操作这样一个资源组 我们该如何定义呢 好我们来看这样一套原理图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三星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就是我们要想访问CAMON GO寄存器的一些什么资源的一张表 那么如果我们要把这张表当成一个对象 那么很显然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定义一个INT定义一个LAN或定义一个CHA 好像都显得不是那么合适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一张表 这一张表就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要想把这样的表组合起来 定义一个内存去描述它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我们是需要多组 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地址 270然后000到4 那很显然这段空间是刚好是四个字节 同样的这四个字节到这个地方也是四个字节 然后这个地址到这个地址之间也是四个字节 所以要想定义这样一个内存空间 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什么 把四个INT的空间当成一个整体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访问 那么这四个INT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涉及到需要组合 需要组合 那么组合怎么组合呢 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STRUCTR STRUCTR我们可以认为其实就是元素之间的合 元素之间的合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元素 我们就把它怎么的累加一起 累在一起 然后利用一个大括号给它扩起来就可以 那么它对这个地方 我们对于STRUCTR 我们在这节课中只介绍一下它的基本语法形式 具体STRUCTR的生成使用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还会介绍到 好 我们先看一下STRUCTR的基本语法 其实很简单 就是STRUCTR只是作为一个关键的一个支付串 告诉你我告诉编辑器 我要开始定义一个自己的数据类型 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写了一个MyABC 那这时候大家来思考一下MyABC是变量吗 并不是变量 对 因为我们的MyABC其实只是STRUCTR告诉编辑器 MyABC是我给 我自己在内存中起了个名字叫MyABC 但这样的内存是什么呢 好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 我们会在后面的大括号中 大括号中 这个大括号一般习惯是把它写成这样 写成两行 你要写成一行也行 但是很不好读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两行 然后在这个大括号之间去存放 我们对于这一段内存 或者是这样这个名字的内存的一个什么 一个组织形式 比如刚才我们的那个地方 那很显然应该定义成什么 比如说intA 然后intB 好 其实我们在这儿呢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应该定义成int好吗 就我们定义int是不是也有问题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之前写无符号和有符号的时候说过 这个地方如果使用int 它是不是更多的是代表数学的意思 而我们很显然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资源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更多的是描述我们数据的概念 因为它是CPU或者是芯片提供的一个一和零的集合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们定义成onsingle的int是会这么的 更加合理 更加合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把什么 因为我们只有四个空间 那么就定义什么 四个变量 当然这个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变量的起名规则 我们先用ABC来做 但工程中我们一般情况下 或者不是一般情况下 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用ABC 这种起名是非常不好的 好 然后我们D 好 那现在这个大括号的语意结束没有呢 我们说结束了 因为MyABC已经告诉编辑器 原来它是这样四个onsingleint的一个什么 一个集合 好了 MyABC的使命也对于编辑器来说已经明确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最外面这个大括号 中间的这个分号 那么就应该怎么的加进来了 好 所以告诉我们这个编辑器 这一行的语意已经结束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说 那内存空间有没有申请呢 并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的写法只是告诉编辑器 原来我在编辑的时候 我只要看到MyABC 我就知道 原来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块东西 好 那也说这个只是告知编辑器 我们具备了MyABC这样内存空间定义的能力 但我如何定义它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在像我们普通写成int 比如说我们写个int buffer 或者int i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i是int空间 对不对 也说我们真正的可以使用 通过i来使用这个int空间了 那对于结构体一样的 现在我们只是把结构体的什么名称给它定义好了 让编辑知道 那么如果要想用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什么 structor ABC 也说这个关键字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int的感觉 也说编辑只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int的类型 只是它的类型比较复杂 然后那什么类型呢 我们用一个什么 比如说mybuffer 那么这个mybuffer 这个地方写错了 myabc myabc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mybuffer 相当于是不是就对这个结构体的变量 结构体进行了一个变量化 也就是说真正的圈了一块地 真正的圈了一块地 然后这个mybuffer就相当于这么大 所以说这就是结构体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一个组合 或者称之为就是一个累加的一个过程 累加的过程 然后这个地方累加过程 我们要稍微细心点 就是后面 因为后面我们会单独会讲 结构体中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是有要求的 要求 就是有要求的 那也就是说我A后面一定是B B后面一定是C C后面一定是D 那有通说我能不能把A和C颠倒一下 那么如果颠倒 虽然整个空间大小没有变化 但是它代表的E就变了 因为我们的A完了过后才是B 然后才是C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后面看到具体的例子 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是顺序要有要求的 而且顺序的不同呢 也会导致结构体最后的大小也会不同 好 这个我们结构体可以先放在这儿 就是大概先理解一下结构体的一个基本语法就可以了 在这个阶段 好 下面呢 在结构体的基础之上呢 我们说结构体的应用是最为广阔的 而共用体呢 相对而言跟结构体呢 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 就说它每一次它不是累加的感觉 它是一个都向同一个位置进行累靠 我们来画一个图 那么结构体呢 我们这样来理解 就说我一个元素和一个元素之间是一个什么 是个递增的关系 就说你定义完这个元素过后 下一个元素一定是在这个元素的尾巴往后增 往后增 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变量的起始地址 都是上一个变量的什么伪地址 这样一种累加的感觉 而共用体的感觉是什么呢 共用体感觉就是 我如果定义了 第一开始我只定义一个这么小的方格 然后后面呢 我又定义 假设我还要定义一个很大的值 那这个时候 他们俩的组合关系 不再是累加的关系 而是重叠的关系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最开始已经定义一个小方格在这 那么这个大方格在哪呢 这个大方格紧挨着刚刚定义的这个小方格的起始地址 也说 共用体其实就是共用大家的起始地址 然后申请的内存空间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这个意义一般来说 它并不代表我们去描述什么呢 去描述我们真实的物理情况 因为真实的物理情况是 每一个方格应该有他自己的一套什么 一套空间去维护他 对不对 因为一般的情况 那么共用体更多的是一种技巧型的代码 技巧型代码 也就是说同样内存空间 我先取他还是后取他 那么可能都会改变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是 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是 Chair Chair A 然后Chair A过后呢 就是因为它很小 很小 然后 然后后面是个很大的值 那么就是 是不是可以认为 硬的B 对不对 那么换句话来说 我修改B A变不变呢 实际上B因为是在这个空间 所以A是不是也 甚至来说也可能会发生改变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共用体更多的时候 是一种技巧型的代码 技巧型的代码 那么这个呢 共用体呢 我们不要求大家去灵活运用 但是呢 能够通过共用体这种思想 慢慢去读 或者说去理解 在内核中 或者是我们应用编程中 它的一些技巧型的代码 能够理解到就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说 共用体的概念 共用体的概念 就是我们什么 共用 共用起始地址的一个什么 共用起始地址的一段 也是一段内存 也是一段内存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那么它的应用场景 主要是一些什么 技巧型的代码 技巧型的代码 那么这个部分 可能现在我们没法去解释 因为随着我们后面 比如说网络编程 或者是一些驱动代码中 可能我们才会看到这种技巧的一些 一些概念才行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的语法掌握 那么它的语法也非常简单 还是一样 首先还是一个关键字 UNILN 那么思议员编辑器呢 看到这个关键字过后 它还是认为 原来我们后面的名字 是一个什么 共用 也就是共用起始地址的一段 内存名称 好 比如说还是一样 MyABC 好 那么这个时候MyABC并不是变量 只是共用体 也就是共用体这段内存的一个名称而已 那么这个名称就像int似的 它只是个类型名称 是这段内存的一个类型 那么这个类型怎么呢 还是一样 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 中间最后加分号 这个不要忘记 因为刚好我们的共用体已经定义完成 然后在共用体中呢 我们定义 比如说恰意 比如我们的intb 那么这样的定义呢 其实就是刚刚才我们画的那个图 刚才画的那个图 那么这样 那么同样的这个部分 也只是共用体的一个什么 声明 并没有出现什么 使用 也就是说要想使用 还是一样 MyABC MyABC这个地方就相当于int 相当于int 告诉编辑知道 这是一个什么 以新定义的一个名称 名称的内存类型 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用ABC去什么内存化 也说圈D 然后后面我们就用ABC 就可以访问这样的内存 这样的内存 就是这个是这样的内存 而int intA就告诉你 A是int这样的内存 ABC告诉你是 共用体这样类型的一个什么内存 好 这就是我们的结构体和共用体 那么结构体需要大家能够 一定要把它的语法能够掌握到 然后共用体也是一样 把它的声明方法先掌握到 具体以后使用 我们还会再看 再会再看